你再打一通電話 我就可以送車回法 大壓蛇貌的男子 坐在一旁喝得爛醉 袁瑾無奈勸他 別再亂打電話了 好 你講我了 我現在開過 九州男就是勸不聽 不斷拿手機狂打110 從這樣臉都打到現在 你知道想怎樣 袁瑾被他爐到快要崩潰 因為他已經連續打了 多達24通電話到辦案專線 來來來 手機帶好 待會去管束 最後見識在勸阻不了了 只好實施強制管束 尚靠帶回派出所 手拍後面 彰化這一名夜姓男子 在土地公廟前喝醉之後 無辜撥打了24通電話 到大竹派出所報案 不表明身分也不說報案原因 警方最後靠手機定位 找到喝醉的夜姓男子 你不可以用喝醉酒當藉口吧 做錯事就是要懲罰啊 我覺得這樣的行為 其實浪費社會 就是會影響到 真的需要報警的人 其他民眾聽了都怒批男子的行為 而他也因此被依涉違法移送 拨打這個警察機關的報案電話 那除了連續的拨打之外 那他還有一個要件 就是要你勸不聽 經過勸導不聽這樣的一個要件 案發之後員警依據通話記錄 還有執行時的密錄器 向移送 法官沈酌之後 確認夜姓男子 已經影響報案專線的正常運作 以違反社違法 採處87人罰還 體育北新聞神聖中李蔡允 張華祥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記錄